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善有福报 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位自己积累福报吧 一 心善有福报的人有哪些特征 一 脸型端重 饱满者 善心强 命理学认为天庭饱满 地格方圆是善心的重要标志 天庭指的是上额 而地格指的就是下额 因天庭属羊代表男性 地格属阴代表女性 所以看男人善心要看天庭饱满 而看女人善心则看地格方圆 以女性为例 由于女人体内阴气较重 形体天生圆润柔和 因此最心善的下额之相应当是方圆饱满 敦厚富士 凡是拥有此种面相的女人 一般都性情宁静 生活安逸 晚年运势一家 能够颐养纳福 而腮骨过于消瘦的女人 悲观消极 缺乏魄力 其心善也弱 因此人心地是否善良 无论男女 首先要看其脸型是否端正饱满 如果头肩 面肩 嘴肩 则通常不是善心之相 这类人也不适合过深交往的 二 眼正心正 眼善心善 命相学认为 眼正心正 眼善心善 眼恶心恶 眼邪心邪 观其人先观其谋 因此面相看善物 手看眼神 如果一个人的眼神温和和内敛 那其人大多温和善良 如果尝试雄光毕露 那大多则是阴险狠毒 通过判断眼神中的气质 可断其人 品质高低 如果一个人的目光总是有力不定闪烁状的 那么此人通常不会有太多的善心 眼神平视的人 善心要比喜欢上市或者下市的人 更拥有悲天闽人的情怀 命相学认为 眼神上市的人好勇斗狠 眼神下市的人亦有奸诈之嫌 从眼皮来看 双眼皮人最容易感动 或者说其善心容易被表面事物所诱导 而单眼皮的人往往内心较为冷静沉着 对善心的表达方式也较为含蓄内敛 眼睛下面是卧蚕味 它代表人的阴德味 卧蚕落线的人往往隐藏阴毒 打着积德行善的幌子 难免背地里自私自利的 此种人可谓说是口腹蜜溅的类型 人们往往被其表面的热情所迷惑 三 鼻正心正 鼻善心善 鼻子也是观察一个人是否心地善良的重要标志 如果人的鼻子不正或者鼻结有弯 往往口是心非 不大会真心交往 此外 鼻子上的准头也是很重要的标志 准头肥厚 大抵心无坏心 鼻形有勾 此类人往往为了目标而会不择手段 心胸也不会大 因此善心也就难以为真了 四 嘴形方正 心地善良 嘴也是心善的重要标志 嘴形方正圆润是心善的条件 如果口歪嘴斜 此类人大多言不由衷 爱说是非 且此类人说话做事 以不照准则来 是奔弄是非 两面三刀的倾向 有心无相 相如心生 有相无心 相随心灭 这句话说明一个人的相貌 是会随着他的心念善悟而改变的 纵使他现在已经有了凶恶的面相 可是他却经常起慈悲心 那么凶相不久便会转化为吉相 反过来来说 纵使他现在满脸浮相 如果他不知行善积德 经常起贪爱和憎恨的念头 那么浮相便会逐渐消失 所以心事面相的枢纽 看相不如看心 五 耳垂肥厚 耳门宽大 在面相五官中 耳朵为彩听官 掌管人的智慧和少年运 假如耳朵生的轮廓分明 耳垂肥厚长大 主其人多福多禄 而且耳垂肥厚而长的人 多有慈善好生之德 耳门宽大的人仗义输才 为善不甘仁厚 必能慷慨解囊 有求必应 六 路耳 路耳的特征是壮如连伴 红润鲜明 耳门宽 有轮无阔 具有这种耳形的人 大多聪明善良 心胸宽广 众义精彩属于 瑕士奇人 假如碰到人有危难 其必会出手相助 慷慨解囊 因此也是一种慈善之相 二 如何做到 能为自己积累福报 一 时常微笑 有人说 微笑是展开在脸上 最美的一朵花 所谓拳头不打笑脸人 微笑的表情 总是楚楚动人 令人愉悦 使人感觉亲切 最主要的是 微笑不仅给人的外在美感 还在于微笑的表情 所传递的信息 是一种宜人和美好的情感 微笑总是给人 带来欢乐和幸福 带来精神上的满足 常把笑意带在脸上 把善意传达给所有人 完全不用任何成本 却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这可是最方便 又有效的美容妙方 二 多多赞美 好话谁都爱听 而且不仅仅是人 对水说好听的言语 水结晶成漂亮的图案 对水恶言恶语时 水结晶杂乱无章 这个震撼人心的结果 也反映了人的精神 对物质的影响 我们还进一步看到 善念能够让物质变得美好 而恶念则让物质变得丑陋 看看这些图片 做父母的可能就会明白 若是自己对孩子多些鼓励和赞美 孩子会更加的聪明漂亮 对别人多赞美 口出善言美语 自己听得多了 也自然更加美丽 三 懂得感恩 懂得感恩的人最美 感恩自己所获得的一切 感恩一花一草 一人一物 对所有的一切 常怀一颗感恩的心 内心就时时绽放 朵朵迷人的花 满心芬芳的人 怎么会不洋溢着 如花一般美丽呢 四 心念的力量 一个人的外貌 与他的内心思想密不可分 像由新生 外貌多数是 内心思想的外在显现 一个人起称恨心 那么他肯定面目可憎 叫人厌恶 若一个人起慈悲心 柔软心 他的外貌肯定和善 叫人心生欢喜 有位西方的心理学家说 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 你的生活 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的命运 就会成为什么样子 希望成为美丽的人 用美丽的心念 来看待时间 你不但发现 一切变得美丽 连自己的外在 也会越来越讨人欢心 五 多接近心灵美人 正所谓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多接近美人 自然也会受到 他们的美丽哲学的影响 自己迟早都会变成 同道中人 美人不单单只是拥有 美丽的外表而已 而最重要的是指 心灵美丽的人 常与美人接触 无形之中 也会让自己的心灵 多接触一份美丽 自然美 亦有心生 俗话说 有心无相 相逐心生 有相无心 相随心灭 一个人的相貌 是会随着 他的心念善物而改变的 纵使他现在已经有了凶恶的面相 可是他却经常起慈悲心 那么凶相不久便会转化为吉相 反过来说 纵使他现在满脸浮相 如果他不知行善积夺 经常起贪爱和憎恨的面头 那么浮相便会逐渐消失 所以心是面相的枢纽 看相不如看心 如果你现在已经拥有了福报像 那么请保持一颗善心 继续好好护下去 当然 如果你还没有这些特征 也不必沮丧 以真心度自己 也能够修得一副福报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